字幕視頻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小金星們大家好 我是KIM阿金阿 那我們這一個一月份呢 這個寒假又快到了 那寒假快到了 那你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阿 就是之前我有介紹一個都市傳說阿 有一個角色呢 它就是一根細細的跟竹竿一樣 然後頭上有兩個喇叭的 你們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是什麼生物嗎 三個字來用力講出來 沒錯 就是警笛頭阿 它每年呢 只要到了暑假跟寒假的時候呢 就會跑出來 那警笛頭也是一個 真實世界上有的一個生物阿 尤其當你是講出它的名字的時候 這個警笛頭它就會來找你 那之前我們都是在這個山區 發現這個警笛頭的這個蹤跡阿 那其實去年暑假的時候 有一些觀眾已經發現了說 這個警笛頭在海邊也會出現阿 那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國外的觀眾 會比較多看到這樣的景象阿 我先跳下去了 那今天是我這個小復刻龍體 要去找出這個 久違的這個警笛頭阿 因為畢竟聽說過了一年喔 這一隻警笛頭變得特別特別的兇阿 那我們也是要去觀察一下 它是不是又回到了這個洛盛都了 那我們先找一台車 開這台車過去好啦 這台公車感覺非常非常的適合 等一下他把它踢下車之前 還先踹了他一腳 走囉 欸欸 哇哩 換他踢我一腳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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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完了不要跑走 那就是你吧 老兄你的車借我囉 那其實你們看到警笛一頭的時候 千萬不要慌張阿 因為畢竟你只要躲好 不要讓他看到你 你看到他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被他看到阿 你被他看到的話那就不妙了 你就反正記得要躲好就對了 好不好 走了走了走了 甩尾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海邊 這個好像大白天 比較少看到他啦 啊你們記得晚上出門靠近海邊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我把時間調到晚上好了 這白天感覺他不會出來的樣子阿 因為畢竟他還是要偽裝一下 還是他偽裝成這根路燈 現在警戒頭長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吧 那我們先把這個時間調成晚上阿 來看一下我們時間現在是半夜的12點49分 那其實洛盛都還是燈火通明阿 路上怎麼還這麼多人 然後他那個遊樂園這樣看起來 晚上還蠻漂亮的齁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是這一集的重點 這一集的重點是要想辦法找到警笛頭 怎麼每次這個SCP基金會都派我來去抓他 明明我就抓不起來阿 算了等一下看到他的時候趕快通知鋼鐵人過來吧 難道這一個都市傳說是假的嗎 我到現在已經等了非常非常的久 可是我沒有看到阿 還是他還是出現在這個深山比較多 而沒有出現在海邊呢 哇現在這個一月份這個天氣非常非常的冷阿 我這個手腳都快凍傷了阿 你們有凍傷的感覺嗎 欸欸欸欸什麼聲音 哇賽 哇哩等一下 這個不是 警笛頭嗎 哇賽 快逃阿 前面有一艘船 我們還坐那一艘船 先躲在水裡 那艘船直接被炸掉 完了 這下不妙阿 哇哩哇哩 直接GG 奇怪 昨晚派出去的這個小復刻龍體 怎麼沒有回報說這個警笛頭到底在哪裡 我只知道他昨晚去了海邊一趟阿 那不然我現在也去海邊一趟好了 這下可有點麻煩阿 該不會這個警笛頭的實力又在上升了 我在想可能是這個去年太多觀眾在念這個警笛頭的名字 所以導致這個警笛頭變強了阿 來了 然後 這邊 也沒有看到這個小復刻龍體的屍體 看來 警笛頭又把這個小復刻龍體給吃掉了阿 而且不找痕跡 看這些洛盛都人就知道 他們不知道這邊昨天發生了一個命案 但是這邊有足跡顯示好像是往北邊走阿 我們去看一下北邊 感覺好像是從這邊一路往山上爬 也是他來到海邊 逆完石之後就會回到山區 我看這一次可不可以直接把他的這個 窩給找出來阿 因為這個井裡頭怎麼清都清不完阿 是不是在上面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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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警笛頭他可以進化成非常非常多種種類阿 有這種 殭屍形態有路燈形態有喇叭狀型態 喇叭狀型態是最基本的 那他們平均身高都是在12米高 那之前也有出現過跟人一樣高的阿 只有2米高的這個井裡頭 然後也有20米超巨大的井裡頭 真的太多種了 他們繁殖能力聽說也是非常強阿 那至於是怎麼繁殖的這個研究報告是還沒有顯示出來他是怎麼繁殖的阿 因為畢竟他們沒有分公跟母嘛 所以也有可能是同性生殖 有點複雜了 重點是我趕快把這個井裡頭給找到才行阿 不然這個洛盛都的安全也是蠻危險的 什麼聲音 什麼井裡頭就跑出來了 來來來來來來 看我直接把你抓起來 我飛 我想要看一下他的樣子 很久沒有看到他了 這一隻是屬於12米的井裡頭阿 哇哩 跳躍率好像變好了 等一下我這個 雷射激光炮都還沒有打到他的時候 他就直接打我 來走開 嗚呼呼 來來來來來 瞄準 嗚呼 欸他人不見了 地上一趟的汗 哇賽 直接來一個背後突襲 快逃阿 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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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麼感覺這一隻會瞬間移動阿 他過了一個暑假到現在 寒假變強了不少欸 嗚呼 給你一炮 哇哩 嗚呼呼 死了對不對 再 哇哩 哇一拳直接把我揍到海裡阿 快快不要在水裡面跟他動 走走走走 先走先走先走 哇哩 哇 用飛的還跑不走阿 人咧人咧 在這邊這邊 嗚嗚 喔齁齁 我支援來了 SCP難得會出動直升機來幫我阿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現象 快趕快炸他 對對對對對 哇哩 人咧 人咧人咧 沒有看到人阿 嗚呼 來喔 看 只好死出 只好死出我的 這一個洛克人砲啦 喔齁齁 嗚呼 炸他炸他 洛克人砲 嗚呼 炸不死欸 他的這個再生能力好像變強了 嗚 嗚呦 拿出我的光速刀 直接砍爆你 配合一個洛克人砲 他怎麼都不打這個直升機只打我阿 嗚呦 他死了對不對 給他致命的一擊 有一些新的觀眾還沒有看過這個警笛頭阿 警笛頭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一根像竹竿 然後這個身體的材質呢 是這個生鏽的材質 很像這個生鏽 那 他是沒有生殖器的阿 然後古獸如彩掛著兩個喇叭 那他的嘴巴就是在這個喇叭的這個位置 然後手指頭也是非常非常常 我發現 警笛頭他是沒有拇指的欸 對不對 他只有四根手指頭而已 腳的部分的話 腳是正常的阿 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完這一則影片 千萬不要喊出這個警笛頭的名字阿 不然他可是會找上門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最後呢我們要感謝這一些加入會員的人 只要你有加入會員 我就會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後面 感謝你們 就這樣